中央电视台5月24日公布中国航母舰载机突破夜间起降的画面,航母专家李洁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初步具备全天候作战的能力, 朝形成实战化能力,迈出关键一步,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舰载机夜间起降技术的国家,夜间起降是舰载机的入门课,不是最难的实话实说,航母夜间起降作业只能算航母的入门课,却不是最难的起降作业,最难的起降作业要比夜间起降难得多,而且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做, 大部分有航母的国家连坐的资格都没有,全世界除美国外,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巴西、阿根廷、泰国、日本、韩国都能够做到夜间起降, 目前全世界共有13个国家拥有航母包括准航母,总数31艘,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拥有13艘,说夜间起降是入门的必修客,是因为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外大部分国家都卖的别国的航母舰载机,即便是意大利、西班牙,航母是自己造的, 但是舰载机都是英国的钥匙,夜间起降的本事都是英国教授的,凡是用了英国钥匙垂直起降舰载战斗机的国家, 意大利、西班牙、泰国、英国必须教会这些国家全套的起降技术,因为这是购买合同规定的,是含在购买飞机的培训费用里的, 你不教会人家,人家就不付钱,这就包括夜间起降技术,包教包会包括夜间起降 阿根廷航母的舰载机是法国的超军企,各种起降技术由法国教授,巴西航母的舰载机是美国的A4攻击机,起降技术由美国教授, 印度为两种航母,采购了英国的要是和俄罗斯的米格29K,起降技术由英国和俄罗斯传授,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英国、法国都是自己制造的舰载机,再复杂的起降技术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都算是起降技术的创始国,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媒体将夜间起降,列为最危险的起降作业,比如,首先将战机在航母上起降说成是在刀尖上舞蹈,根据这个比喻,那么想象中在夜间起降,就是夜间在刀尖上舞蹈,就得更加恐怖,和和更加令人畏惧,其实根据统计,航母起降出现击毁人亡的大事故,基本都在白天,反倒是夜间起降出事很少, 这和媒体渲染的正好相反,现代战机在航母上的降落都应该算盲将,主要是使用精密进场控制雷达自动引导的舰系统,说白了就有雷达引导,舰载机飞行员根据显示器或仪表上由精密进场控制雷达提供的信息操控飞机进行降落,直到牧师观察到飞灭耳光学驻降系统所显示的灯光信号,当舰载机高度和下滑角正确时, 飞行员可以看到橙色光球,正处于绿色基准灯的中央,保持此角度就可以准确下滑着舰,一般人根据自己平常在生活中的,体验认为舰载机这件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难事, 如果真是这样,舰载机飞行员岂不是每次这件十回有九回真的在鬼门关上晃悠,谁还愿意敢舰载机飞行员啊? 学习飞行的第一课教官就告诉学员,要坚决相信仪表否则别当飞行员,只要你能克服心理障碍,按照仪表飞行,夜间比白天还好飞, 那么,最难的起降作业,不是夜间起降,又是什么呢?是六级海矿下起飞战斗机,英国独立报称,中国军方在渤海、黄海都实施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训练,按计划还有更多的跨海区洋列, 辽宁号在六级海矿下仍然能起降歼15战斗机,这是在非常危险的海矿下进行作业的,世界上只有美军航母,甘于在五级海矿下起降战斗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的航母,甘于在高于四级海矿下,强行起飞舰载机进行训练和作战起飞,这和航母的吨位和级别也有很大关系,中小型航母是做不到的, 下两图注意五到六级海矿的明显特征,上图显示,我辽宁舰15六级海矿下起飞战斗机,注意六级海矿波浪状态,定对照下面的海矿,简要介绍有关海矿的要点, A,航母作战受海矿的影响是颠覆性质的, 1,航母的排水量,长度,宽度,甘弦的高度,决定航母在各级海矿下的作战能力, C,排水量六万吨以上航母,舰长超过310米,舰宽超过70米,甘弦高过15米,可以在五六级海矿下起飞和回收战机, 但这是六万吨排水量以上航母,可以起飞和回收飞机规定海矿的上限, D,排水量四万吨以下航母,不可在四级以上海矿作战,飞机不能起飞和回收, 1,受世界上大型港口深度,海峡深度和宽度,运河深度和宽度影响, 航母排水量的上限是11万吨,吃水不可超过12米, 介绍一下什么是海矿,现已能根据气象等条件,利用波及表, 对风浪进行预报,海浪预报是根据风对海浪的作用的规律性和当时的风情预告, 对于一定海区在未来一定期间内所做的波浪情况分析和预报, 对国防、渔业和航运安全具有很大的意义, 海矿等级海面状况名称浪高范围米海面征状宁级无浪, Cambla C0海面平静,水面平整如静,或今有涌浪存在,船静止不动, 1级V浪Cambrapo 0-0.1波纹,或有浪和小波纹同时存在, V小波浪乘于林状,没有浪花,寻常于船略绝摇动, 海风尚不足以把帆船推行,2级小浪Smooth AAVLT0.1-0.5波浪很小,波长尚短, 但波形显著,浪风不破裂,因而不是显白色的,而是仅成玻璃色的, 渔船有晃动,张帆克随风一行每小时,2-3海里三级轻浪,Slide 0.5-1.25波浪不大, 但很触目,波长变长,波峰开始破裂,浪漠光,亮,有时可有散见的白浪花, 其中有些地方形成连片的白色浪花,白浪,渔船略绝波动, 渔船张帆时随风一行每小时3-5海里,满帆时,可使船身轻于一侧, 四级中浪Moderate 1.25-2.5波浪具有很明显的形状,许多波峰破裂, 到处形成白浪,成群出现,偶有飞沫,同时较明显的长波状开始出现, 渔船明显波动,虚缩翻一部分集收去翻之一步, 五级大浪Rough 2.5-4.0高大波峰开始形成,到处都有更大的白墨峰, 有时,有些飞沫,浪花的峰顶占去了波峰上很大的面积, 峰开始削去波峰上的浪花,碎浪成白墨沿峰向成条状, 渔船洗浮加剧,要加倍缩翻至大部分。 补鱼需注意风险,六级巨浪VRRough 4.0-6.0海浪波长较长, 高大波峰随处可见,波峰上被风削去的浪花, 开始沿波浪斜面伸长成带状, 有时波峰出现风暴波的长波形状, 波峰边缘开始破碎成飞沫片, 白墨沿峰向成明显带状, 渔船停息港中不再出航, 在海者下茅, 图注意五到六级海矿的明显特征七级狂浪, R6.0-9.0海面开始颠簸, 波峰出现翻滚, 风削去的浪花, 带布满了波浪的斜面, 并且有的地方达到波谷, 白墨能成片出现, 沿峰向白墨成浓密的条带状, 飞沫可使能见度受到影响, 气船航行困难, 所有进港渔船都要靠港, 停留不出, 八级狂涛VRYHRGH9.0-14.0海面颠簸加大, 有震动感, 波峰长而翻旋, 稠密的浪花布满了波浪斜面, 海面几乎完全被沿峰向吹出的白墨片所掩盖, 因而变成白色, 只在波底有些地方才没有浪花, 海面能见度显著降低, 气船预知相当危险, 九级木涛Phenomenal 14.0海面颠簸加大, 有震动感, 波峰长而翻旋, 稠密的浪花布满了波浪斜面, 海面几乎完全被沿峰向吹出的白墨片所掩盖, 因而变成白色, 只在波底有些地方才没有浪花, 海面能见度显著降低, 气船预知相当危险, 这则新闻有较详细的视频介绍, 显示了辽宁舰起降战斗机时, 海上的波浪呈现出白链滚滚的六级海矿的海浪状态, 证明我辽宁舰是在五六级海矿下起降尖15舰载战斗机的, 这才是这则新闻最大看点, 这表明辽宁舰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海矿下作战的能力, 也显示我歼15战斗机驾驶员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舰载机, 在恶劣海矿下的作战能力, 这是辽宁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显著标志, 同时也印证了建造排水量8万吨以上国产航母的必要性和刚性需求, 只有建造国产的不属于国际强权大型航母的我国大型航母, 才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前面说过,排水量6万吨以上航母, 舰长超过310米, 舰宽超过7、0米, 甘弦高过15米, 可以在5、6级海矿下起飞和回收战机, 但这是6万吨排水量以上航母, 可以起飞和回收飞机规定海矿的上限, 再高的海矿也是不允许起降舰载机的, 美国是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国家, 但美国一直对为什么要造10万吨航母的原因保密, 各国都以为美国是为了多装载舰载机, 其实是不知道这个秘密, 经过测算, 舰长310米的航母, 可以在5到6级海矿下, 压住12个8到9米宽的大浪, 而保持稳定的纵摇和横摇, 那么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海矿下起降舰载机, 而达不到这个长度和宽度的航母, 则不能起降舰载机, 这样就形成只能我打你, 你不能打我的绝对优势, 这才是美国为什么要造超级航母的根本原因, 只可惜这个秘密也被我们知道了, 目前能够在5到6级海矿起降舰载机的只有美国, 中国、俄罗斯、英国虽然新造了两艘6万5千吨的伊丽莎白级航母, 但是还没有在5到6级海矿下起降过舰载机, 法国唯一的一艘戴高乐级航母排水量4万吨, 不到允许5到6级海矿起降舰载机的及格线, 其他国家就想也别想了,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浪俱乐部, 不能加入这个大浪俱乐部, 意味着那些虽然也号称拥有航母的国家在未来的海战中, 就会处于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境地, 从冷战开始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美国总是定期散布航母无用论的论调, 或者定期内部讨论美国是不是应该发展中小型航母, 就是最近仍然有一次所谓的激烈争论是不是该造中小型航母了, 而且争论的还很激烈, 其实这都是美国忽悠局的杰作, 比中国的局座厉害多了, 局座是不花钱的忽悠, 美国是花钱忽悠, 比如拨款给各大智库讨论, 那是花了钱的, 这笔钱绝对不白花,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被美国忽悠住了, 比如苏联和法国还有英国, 这几十年造的都是小中型的航母, 首先醒过来的是苏联, 但等苏联醒过梦来, 苏联也解体了, 苏联解体前夕, 在尼古拉耶夫市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 同时建造的就有辽宁舰的前身库兹涅佐夫, 及的第二艘瓦良格号, 同时在船台上建造的还有一艘更大的 近十万吨的核动力超级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苏联解体后, 美国迫不及待的出钱, 让乌克兰拆毁了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可见对他的惧怕, 涂造了一大半的十万吨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涂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模型让说忽悠, 中国先后引进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号, 和前苏联的明斯克号, 还有基辅号航空母舰, 墨尔本号当被钢铁拆了, 明斯克号还有基辅号, 当做了军事主题公园, 这两艘航母笔者都上去过, 真是惨不忍睹, 那种朱烈的装修, 简直就是胡搞, 根本就是在两堆垃圾上刷了一层七伏在水面上, 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还有翻修航母的能力, 更别说造航母了, 这让国内看着各种外军武器化堪长大的 所谓董航的贵舔派和牧羊犬们新买一族, 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再过三百年也赶不上美国, 后来在买把梁格号时, 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而中国从买三艘废旧航母中也完成了一项战略谋划, 让中国人民的睿智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辽宁号以崭新的面貌, 金光四射的伟岸身躯出现在海上时, 全世界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那上面不光有歼15这样优秀的三代舰载机, 还有堪比美国最新型福特级的相控阵雷达和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 不仅如此, 更让美国和全世界海军震撼的是, 没有过几年, 中国的辽宁号居然实现了在五到六级海矿下的起降, 这个时候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的美国, 才真正惊慌失措起来, 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中国, 在将来的航母建造中, 肯定会将国产航母越到越大, 003型航母将一跃达到8万吨, 而004型航母, 肯定会达到10万吨, 不仅如此, 我们将来的航母还将配备更加先进的隐身舰载机, 隐身无人机, 电磁弹射器, 电磁炮, 激光炮, 量子通讯等领先的高技术武器, 我们的航母战斗群从全系统的角度, 还将实现反舰弹道导弹, 和高超音速武器上舰, 中国海军将完成一个先从质量优势抵消数量优势入手, 进而逐, 舰转化为质量, 数量双抵消战略的完美过程, 假以时日谁再想在海上战胜中国已经成为舍浪, 不管是近海还是远海, 是黄水还是蓝水, 是从水下还是太空, 都已经不可能, 一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强大的舰队将从世界的东方尸向全球。